如何判定崩铁接下来出的角色强不强 只需看着身上有没有病 击破大C流营得了失伤症 最好单同深渊的点刀哥 有长生不死的诅咒 曾经的崩铁太后静流 患有魔音神 而2.5版本即将出现的飞骁 患有月狂执症 所以依据上述规律 飞骁将军就算是训练命徒 强度也是包强的 那啥老奖 要不咱赶个帽生个小病试一下 说不定一感冒 神军悲空就不用重新跑了呢